这里是FM98.198新闻台 欢迎你收听旅游降丸节目 我是聚降旅游庄丽 幸福吗 你幸福吗 常常我们会问人家这句话 也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那最近有新的数字出来了 因为经过联合国 这个是联合国的资料 最早从不丹的国王开始 因为不丹算是一个非常小 经济上也是蛮低落的一个国家 不能讲穷 这个穷跟富的对比 只是说他们的经济上的收入 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如果跟一般的先进的 这些高收入的国家比较的话 那当然就是比较 所谓的比较穷 那当然穷以后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国王认为 不应该用光是一个收入比 就是我们用GDP 那他就创了一个新的指数 叫做快乐的指数 那后来这个快乐的指数 就慢慢的大家就开始在用了 接着就联合国 他也把这种数字 把它带到他们的评比里面 所以从2012然后2013 然后到2015 最近的数字就是2015 就公布了一个 所谓的全球的幸福指数 就是说你到底快不快乐 那他用全世界拉几个国家 就拉出了158个国家 这个是去年的 然后今年公布的一个资料 那全世界有158个国家跟地区 然后来做什么 做一个比较 那做这些比较里边 并不光是只有一个很实质上的 一个叫做GDP的一个数字 因为以前来讲 大家喜欢用这个所谓的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一个收入 总体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大小 但是这些东西虽然是有了 但是有些人有了钱 我们常常会提到 有了钱会失掉某一个部分的话 你也不快乐 那在这个评比当中 后来我们就修正了 就像当时候的布团的国王 他把所谓的对国家 对自己的一个期望跟一个希望 把它放在这个数字里边 那联合国就当然也把它稍微再修正一下 里边的所谓的标准的一个 评鉴的一个所谓的单位来讲 或是它的指标 它包括了所谓的GDP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实质上的一个GDP 然后后来就多了一个叫做健康的预测 就是说你对这个整个人民的寿命的预测值 就是说你长不长寿 那长不长寿当然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你的所谓的健康的 这个所谓的保健 应该就是保健或保险的制度 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叫社会的一个支持 因为当时候有问卷调查里边 有一个问卷 就是说你对国家有没有信心 你对国家有没有希望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你对自己有没有希望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你对任何的事项 你都怀着很大的一个期望值的话 那当然你会快乐 如果你人很低潮 那当然你这个往下走的这个心情 那当然就是全部都是灰色的 那后面还有一个选项 就是说人生选择的自由 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或是你要去走哪一个方向的话 你是不是国家会给你一个导引 或是你自己会有一个方向 再加上因为这个总体上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呈现 那其实最重要还是在整个国家跟社会 那人民对人民 就是说一般的所谓的公民 他们相互间的一个容忍度 或是信任 然后国家的一个连结 就是说是不是会贪污 我们讲连结那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整个调查里边 在去年第一名 第一名公布了 第一名是瑞士 但是在之前是丹麦 但后来丹麦就往下掉 不过在去年有一个国家的数字就蛮特殊的 这个国家叫冰岛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用另外一项的评比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冰岛是第二名 丹麦现在变第三名 挪威第四名 然后加拿大 那各位可以从这个数字里边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些幸福的这个国家 大概都是比较偏北边 然后国家比较中小型 大型的国家 大概几乎就没有了 加拿大虽然土地很大 但它人口不多 那后边我们就用台湾跟东南亚这边的这几个国家 包括日本 我们台湾的排名还不错 说这个数字一出来 有些人说怎么有那么快乐吗 所以我们台湾的排名在38名 日本还比我们后面 香港在72名 中国大陆在84名 那由这些数字把它拉出来以后 各位就想一想 你快不快乐 那如果你觉得很快乐 那符合这个数字 那你如果不快乐 那你去问一下 那你到底是哪几个因素 你是不快乐的 在包含在你的心里面 那不过有另外一个指数 就比较蛮特殊 也蛮专业的一个指数又出来了 这个是有在2015的时候 有一家波士顿的这个咨询公司 它所提出来的一个指标 跟它的评比 它称呼叫做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评估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变成蛮重要的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字 叫做可持续的 就是说以后的发展 那去年也是把这个数字 就把它拉了出来 那拉了出来以后 他们发觉到 所有的国家 一样跟联合国调查出来的 这个全球幸福快乐的指数 那个国家也蛮符合的 不过所有的这个实名内的国家 大概一半都有北欧的国家 那今天我们就在北欧的这个国家里边 我们要把很多的事情 就把它讲了出来 所以当时候的这个波士顿的这个经济公司 就对149个国家做调查 做调查 那也包括了所谓的中国的这个香港 因为它香港算是中国了 那把这些数字呢 它的评比出来 有十项比较重要的指标里边 有包括收入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那个GDP 不过有一个叫民主的社会 就是说你的社会里边是不是公平 那你国家在治理方面 是不是基础的建设 还有你的环境 是可持续发展的 那如果调查出来的话 并不是这些发展很完整 或是很先进 或是很有钱 像比如中国来讲 比如中国它的GDP 成长非常之高 但是它在后边的几个 所谓的评比里边就蛮低的 尤其就有一项的评比的水准 是在全世界最后的叫做环境 那环境不好的话 虽然你牺牲了环境 但是它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不过中国有个比较好的方向 它说有了钱 但是它有把钱怎么样 把它转移到社会的福利 他们叫做民生的福祉 所以这个数字里边 就比美国还要好 美国虽然有钱 但是在GDP的成长里边 很低 非常的低 那德国也有钱 不过德国它有钱 要比美国有钱的方向更好 为什么呢 它德国把它们赚的钱 把它转入到 他们的民生社会里边 所以在这个评比里边 它很重要的关键里边 就包括 有没有钱没有错 有没有好的收入 而且这个收入 不是说你有收入 而且要稳定 而且要公平性 所以你看 贫富的差距 在他们这个调查里边 就有把这种 所谓的不公平 这种因素 把它列在里边 其实最重要 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 地球里边的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的环境 它提供我们的柱 我们这个角 就踩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在这个评比里边 很关键的一个指标里边 就是环境 所以环境有包括 这个政府在治理 还有在做基础的建设上 是不是有把这个环境 怎么样 做保持最完整的一个 所谓的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些调查里边 整个实名里边 五个都是北欧的国家 前五名 那东方的这边 我们讲东南亚 或者包括我们台湾这边的东北亚 就只有一个国家 是非欧洲国家 就只有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 我们也大家很熟 新加坡其实它的环境 它现在也是蛮有钱 在我们的GDP的调查里边 是十名之内 挪威来讲 挪威现在是 掉在大概是第十一名 所以这些经济好 然后福利又好的这个国家 你看在北欧的国家 它高居到第五位 就是说从一到五都有 那这些GDP算出来有钱没有错 但是你还是要让这些钱 能够持续怎么样 持续的应用 那在应用当中 是不是有回到百姓的身上 那这些数字 都把它种种加起来以后 才提出了 这个所谓的评比的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经济的指标 所以我觉得 把这两个数字 把它排在一起 然后再做比较的话 我们还是要发掘到 北欧这五个国家 是蛮特殊的国家 也蛮值得我们去走走 或是去认识这几个国家 那排名垫底的是 中非共和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居家旅游 庄绿 刚刚轻轻地带各位 就进入到一个清晨 不过是中午吧 这个听完以后 有点昏昏欲睡 不会 因为这首曲子 是挪威非常有名的Grieg 他所写的交响曲 但是这个曲子很轻松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在 北欧或是挪威的地方 尤其早上听到这首歌 你以为真的 这个好像就是在挪威的一个早上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去看这首歌 描写是哪里的清晨 其实是摩洛哥的早上 就是摩洛哥沙漠的清晨 不大一样 那因为当时候Grieg 他是用所谓的北欧的情境 来写这首歌 所以你感觉到 其实还是北欧的所谓的风景 那没有关系 如果下次你们再去北欧 或是到摩洛哥 在沙漠中的清晨 跟霞湾的清晨 你去看一下 那早上我们是看清晨 不过到了霞湾 你不管是清晨 还是到晚上都是一样的美 不过我们常常会用一个字 说北欧 北欧不是有海盗吗 对呀 北欧不是有海盗 那个叫Viking Viking 我们讲维京人 维京人到底是什么是维京人 有些人说不是 他不是叫维京人 他是北欧的所谓的野蛮的民族 野蛮的民族 他们是搭船来抢劫的 维京人是从北边来的人 这个是从North 我们讲北方的人 很早之前就是离开 我们讲冰河结束以后 大概就在八千年到六千年之间 他们慢慢就到所谓的 现在的斯甘丁威亚半岛那个地方 就来定居了 刚开始他们是农业 就是做农的 因为有很多的森林 那有森林 有这个农业 当然就可以开发 然后作为生存上的一个 主要的所谓的经济的来源 但是在北欧 因为纬度比较偏这个北方 大概冬天怎么样 冬天的这个所谓的农作 或是林业 这些并没有办法 提供到整个部落 或是整个民族所生存之所需 所以当然他们就要往外走 所以在第八世纪以后 到十一世纪 这个是一个顶尖的所谓的时间 就是说大概有三世纪的时间 北欧的这些住在海湾的人 这个就是源头 因为我们常常会用这个字叫做VIX 或是把它加个ING 就变成叫做Viking 那什么叫VIX呢 VIX的意思其实就是海湾 小小的海湾 霞湾从哪边来 霞湾就是从海 然后冰河进入到海里边 就变成一个霞湾 所以住在海湾的人 那ING那个VIX 这个IN就从哪边来的意思 那如果是用Viking 那这个字解释 那就简单了 表示欧洲当时候 碰上了这些从北边海湾来的人 那早些他们是用所谓的贸易的方式 就搭着船 然后来做交易 然后来做买卖 但后来他们觉得 这个太辛苦了 因为买卖总是 买不到好的东西 卖不到好的价钱 所以有时候三不五十 就稍微抢一下 抢完了以后觉得爽 为什么 抢东西不用本钱 而且越抢越来越顺 所以在八世纪的时候 这些北欧的我们讲海盗 或是叫做Viking 就分成了三个系统 就是我们用现在的国家来讲 就是挪威包括瑞典 包括丹麦 然后三个系统的这些 北欧的住在海湾的人 就到西欧到中欧 甚至到了地中海 还有到所谓的中东 那个地方绕了一圈 甚至还有另外从挪威这个系统 然后来到了冰岛 然后从格林兰 然后到了北美 所以我们常常讲 在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前 大概就在四五百年前 在一千年的时候 其实北欧的Viking 这些维京人 就已经发现了北美的新大陆 只是那个时候的新大陆 是在东北边 就是加拿大 美国这边 如果是哥伦布的话 它是从中美中 就现在的巴哈马 所谓的海地 甚至古巴这个系统 所以如果我们用真正的历史的源头来讲 是Viking人发现了新大陆 那不是哥伦布 哥伦布他本来是想去找所谓的印度 所以看到这些人以为来到印度 他也错乱了 所以就叫Indian 所以你去看 Indian不是印第安人 他叫做印度人 Viking人当时候的征服 我们想就是侵占也好 但Viking人就有点类似蒙古人一样 打了就跑 很少留下来 这个可看性的东西 就像罗马 罗马他有留下很多的 所谓的这些的城市的建设 但是Viking人 他变成来到一个地方以后 就直接怎么样 烧杀如略 就抢了 然后烧了 然后就走人了 当然也有留下来 有一批人就留下在现在的洛曼地 所以洛曼地那批的人 还有在东欧 俄罗斯的那批人 所以有两个系统 当时候的Viking人有留下来 不过最重要是当时候的丹麦人 丹麦人当时候有登陆到爱尔兰 在第九世纪的时候 统治着爱尔兰 然后有一段时间 甚至成立了一个国家 后来在一百多年以后 在一千年的时候 爱尔兰在他们的领袖带领之下 就把Viking人赶走了 不过挪威的人也在当时 他们有到哪里 到法国 甚至也有到哪里 维京人也有到西班牙 甚至还到了所谓的 现在的葡萄牙的里士本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 征战的这些记录里边 就发觉到这些北欧的 这些所谓的Viking的人 真的航海的技术不得了 为什么他们很强 各位不要看 北欧的那种船 是没有像现在有船舱 他们是要在 露天的环境之下 在天冷 在暴雨 或是在浪的打击之下 要从北欧那个地方 然后把船怎么样 把船来到西欧 来到中欧也好 甚至来到了地中海 所以这些人怎么样 可能要死伤就不计其数 但是他们很坚忍的 把欧洲怎么样 打得下来 甚至包括是在 九世纪末期八八五的时候 丹麦的这个Viking人 来到哪里 用了七百艘的战舰 来到了塞纳河 然后直接往里边走 来到了巴黎 所以你看Viking人 曾经打到巴黎的西提岛 就现在的圣母院的那个岛上 然后再往后走 因为当时候的国王 那个查理打回来了 所以Viking人就跟他 签了个条约 签了条约 所以签了条约以后 反而是Viking人 能够在这个地区 怎么样 做贸易 后来在第十四季 911的时候 这个数字也蛮特殊的 在911的时候 法国的查理 我们讲叫昏庸的查理 就跟丹麦的Viking人 怎么样 罗罗罗签订了一个 Sinclair的协定 然后将法国的西北塞纳河 出口的那一带 让Viking人来统治 现在变成丹麦的Viking人 变成了一个公爵 叫洛曼帝公爵 那洛曼帝公爵 后来就怎么样 往英国打 你看这个系统就出来了 所以法国的诺曼人 其实这个诺曼 就是北边的人 北边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字 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法国的诺曼人 有时候我们可以讲 他不叫法国人 后来就打到英国 然后从英国那边占领南部 我们讲 这个在英格兰的南部 然后再往上打 所以你看丹麦的人 挪威的人 还有加上瑞典的 我们讲都是这些 叫做Viking人 那瑞典的Viking人 就不一样了 瑞典的Viking人 他往东走 往东走来到 一个North Glad 这个在斯拉夫语 Glad就是城市的意思 就在那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 等于是我们讲大宫 大宫的意思 就有点类似国王 就大概国王 但是当时候 在东欧的斯拉夫的 部落的民族 称呼这些人 叫做Rose 就是罗斯人 所以这些罗斯人 就在那个地方 变成一个 North Glad的大宫 所以俄罗斯的 有一个城市 或是你们现在 去的那个城市 其实就是 Viking人 所占领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网络号 请继续收听 由巨匠旅游 赞助播出的 旅游将晚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